民眾好五週年黨慶 他們玩了很多的活動 我看到挑戰賽等等 那個我覺得都是有趣啦 但主要就是for他們黨內在玩嘛 真正有趣的是火烤柯文哲環節 那這個火烤柯文哲環節裡面呢 這個多次的就把這個藍白盒拿出來講 而且陳志涵就說啊 柯文哲你不是這個智商157嗎 那你怎麼這個3%6%搞不清楚呢 把這個事情又拿出來再講一次 可是柯文哲在現場只有抓抓頭啦 有一點意思喔 你怎麼看就是民眾黨 為什麼這個時候把這個藍白盒 又拿出來講 沒有啦 我這樣講好了 你看喔 我覺得民眾黨的這一系列的操作 它都有跡可遜 簡單講就是說你看喔 從這個黃金平議員長藍白盒之後嘛 那當然民眾黨的火速回應 再到呢 之前大家在討論說 柯文哲為什麼這個陳佩奇要發文說 要入民眾黨啊 那當然陳佩奇在這個黨慶的當天講說 我是講說我退休之後再找時間 入民眾黨 對 因為我不入民眾黨 有很多事情我沒有辦法做 他講的也是實在話 因為你不是黨員你做這麼多 人家講說你夫人干政 但問題又來了 他一連串的做法你看很明顯嘛 就在還是在幫柯文哲嘛 因為你看陳佩奇的這一個說法 就人家就質疑說 難道是因為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你可能會面臨司法上的一些 後續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陳佩奇的這一步 是為了要角逐你這個副主席 也就是說沒有了主席 當然就理所當然由副主席代理嘛 好 對嘛 那其實我認為說現在的民眾黨 現在陷入在一個很焦慮的情況啦 就是說因為他們現在是有志男生啦 我認為是有志男生啦 因為現在民眾黨沒有了國民黨 說真的民眾黨什麼都不是 以目前的現象來看 當然如果他2026 如果他九合一 從里長再到議員 他全台遍地開花選得好 當然他就有本錢 他就有籌碼跟國民黨談嘛 但此時此刻的民眾黨 是沒有權利跟沒有籌碼 跟國民黨談判的 所以他只能拿過去 這個藍白河的東西 這也叫蹭啊 你說賴清德蹭林陽佩 那柯文哲合成不再蹭 國民黨的藍白河咧 對 這都是蹭 那只是說蹭 怎麼樣蹭 所以我包含我認為說 連火烤柯文哲當天的那個環節 我都覺得柯文哲早就知道 而且是誰好的 你為什麼柯文哲只有騷脫 而沒有回應 柯文哲能講嗎 都不能講 柯文哲的理智判讀是他會贏 就是在藍白河之後他會贏 民調有機會勝過我當政 沒機會勝過我當富 沒關係 但我的民眾黨會壯大 我的政治理想 第三波政治改革會達成 這是柯文哲的理性上的柯文哲 這個是用醫生的本能 急診室醫生本能在思考問題的柯文哲 這個是沒有在所謂的 我講說真的 雖然講母姐會不好聽 但確實是在母姐會干擾之外的柯文哲 柯文哲醫生弱點就是女人 這很現實的問題 我沒有拼評柯文哲醫生 我要肯定那個moment當下 願意簽那六點聲明的柯文哲 而且他家住的那一點我非常認同 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國民黨如果沒有給他足夠教訓 他是不會站起來的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現在的這些議員看起來 不管是台北市議或立法院有戰力 是為什麼是被民黨血洗之後的結果 今天許曉欣會拼贏廢洪泰 很大的原因 主導許曉欣的力量是超級大的 那個明理暗理的 那更多你知道嘛 這個記者都知道密心嘛 對不對 那我們跟曉欣的時候 我們都聽過也了解到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在那個moment當下 我是非常肯定他的 他願意做這件事情 這是莫大的犧牲跟莫大的決斷 事實上所有人都知道 不合就是死了嘛 那誰要來犧牲才來決斷 我覺得 當然這裡面我們要講說 就是侯友宜也太客捨 他就覺得我國民黨拿名 所以我一定贏的嘛 所以這是侯友宜太客捨 侯友宜其實這一次選舉 也被狠狠的教訓了一頓 就是說你如果要選舉 你要用以前那種選法 你覺得說你不贊過你就選得贏了 你覺得說好好的做事 人就不會跟你創 要創笑的 你當作民進黨吃菜 民進黨不只吃菜而已 我來說吃肉吃粉吃車 吃完順便 總理那塊我把你撞到 總理那塊鍋子把你沾到腿 這個民進黨 所以你如果沒有了解 你不要出來選舉 我說白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可可悲的是以全台灣人的生命作為 就全台灣人的幸福安全作為 一定程度的代價 來讓藍白的兩個政治的領導人去學習一課 所以現在2028白了眼前 這個2024被重新檢討我覺得是好事 其實我覺得我必須說我認同民眾黨在這個時候檢討 但是民眾黨的人每一個人懂柯文哲的心啊 蔡壁如才是真正懂柯文哲的人 你知道嗎 但是正因為蔡壁如太懂 所以蔡壁如必須死 柯文哲心裡是矛盾跟糾結的 其實以現在台灣的三黨政治來講喔 其實台灣根本就是只有兩黨政治 沒有所謂的三黨政治 憲法格局就如此 對憲法的角度來看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認為講現在目前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我要給四個字叫認清現實 也就是說你國民黨沒有民眾黨行嗎 不行 你民眾黨沒有國民黨行嗎 不行 但問題是你們怎麼樣重新建立 這雙邊的這個合作的基礎 怎麼把那個現在薄弱的這個 這個互信基礎喔 慢慢的把它修補起來 其實剛剛例子哥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說你現在能建立的 也只有黨團跟黨團之間 說真的你們只是為了自己的法案 自己的利益去做交換 但我說真的 那假設如果民進黨這個時候 丟了一個法案是願意 民眾黨也聽得下去的法案 他願意跟民眾黨 張開雙臂跟民眾黨合作 那那個時候國民黨是怎樣 國民黨團是準備遇哭五類似嗎 不是這個狀況是非常尷尬的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包含你看嘛 明天8月6號 國會改革這件事情要延遲辯論的 我很好奇的是你看今天朱立倫 在國民黨中央發雞排 說阿公賀林楊佩 那柯文哲呢 坐在那邊一問三不知說火考 火考柯文哲自己被火考 他也火考得很開心 那這兩個黨主席 怎麼不找時間坐下來談談 我們明天的攻防 黨跟黨中間有什麼好可以交換意見的 從來沒有 沒有 所以現在目前是這樣 我們台灣沒有國民黨跟民眾黨 只有國民黨團跟民眾黨團 所以這個問題又來了嘛 你柯文哲如果你不站在你主席的高度 跨出那一步 誰先跨出不重要都不丟臉 那如果你們兩方陣營沒有人敢跨出那一步 合作的那一步的話 說真的我直接預言啦 2028一樣賴清德啦 他的票就算再難看 就用以趴數三等分來看的話 均分一來看賴清德還是會上 以民眾黨的角色來看 2029合一他們絕對在里長 或者是在基層議員 他們絕對會有顯著性的提升 全台各地都一樣 那問題是他們這樣子一來 他們會覺得說我們現在 我們基層厚了啊 我們現在有糧有草了啊 我們可以跟國民黨談判了啊 那國民黨要拿什麼跟我們換 那他們還是陷入在自嗨的情緒當中啊 所以我認為20269合一這一關 你與其說是民眾黨 當前的試金石 你不如說對他們來講 是不是一個自嗨的情緒 能不能維持到2028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用高品質的酷拉鎖蘆薈 還有大量的粘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訂閱 請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